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拼点并且成功了 而且直接带了一刀曹丕 这个曹丕我们刚才说七种分析相反 所以说泰史词这边直接是觉得曹丕是反贼 希望他翻面孙权 完了进入这次集火的优势期去搞他 这一刀却没有选择去砍比较像忠诚的元素 反而砍了真击 这个我们再说吧 张辽按道理其实是挺像反贼的 因为他是对手牌的控制 没想到是忠诚 我们提前给剧透了 我们再说吧 这边骑手牌还可以 泰史词那边有八卦阵 九杀效果也很低 强九杀八卦阵了 还好是有闪 张辽这边的我们来看 泰史词刚才化身的好像是刘备 这个是一个就是骑手化身的动作是跳钟了 就是弄了个刘备 起码是告诉你孙权那边 骑手不要对我进行控制 起码像一个忠诚 所以是个忠诚也是比较理解的 但是说孙权主左词中这样子 左词的嘲讽比较低 直接选择速推孙权就可以了 貂蝉我们刚才是分析的反贼 但是看不到身份 一会儿我们来进行 他是不是反贼 这边元素是一个反贼 身份名了 泰史貂蝉元素 我帮大家来标记一下 泰史貂蝉 草批 啊 貂蝉还没动 我们不太定义 来看一下 真机这边 真机是内 就是果然 这个貂蝉这个位置上开 五谷 是因为前之位张辽佐子都跳钟 孙权不能把手牌转换为手牌 所以他这边开五谷 啊 大家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不太做这个视角的主角 这叫什么视频啊 不管他什么视频啊 不小心切换了一下视角 把这个五谷牌弄没了 帮大家分析不到了 这个是我的失误 一会儿出现类似的啊 情况 我会注意一下 不要给大家把五谷牌弄没了 这边草皮空了一个闪 但是我不知道五谷里头还有没有别的闪 应该是尽量的把闪都空掉 不要让孙权拿到闪完了进行一个机会啊 孙权没有拿闪 因为孙权我记得是没有基本牌的 对吧 啊 有的 这个 啊 对 刚才左词是刘备 他人得了一下 我帮大家回忆剧情 尽量别给他切尸脚 切尸脚连记录都没有了 这边 雕权也是离间 直接压张辽 因为左词那边是不敢随便弄的 这下我觉得反正还是起手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起码是把孙权打得翻面了 而且孙权的防御牌并不是很多 当然 太尔茨那边也基本上弄了 不过我们就看一下元树那边产生的效果 不换视角也不好啊 帮大家看不到 呃 试拨哈 大家效果不好了 也别吐槽我 咱们就试着去拨一下 这边元树手牌距离不够 呃 先棒 桃源 但是有一个无蟹感觉是忠诚方空的 外头有无蟹独条的 这边画也就杀真鸡了 因为是雌雄 个人感觉哈 果然是 其实可以放南蛮 既然是曹丕那边满血了 呃 当然唯一考虑的就是左词会化身到谁 这个啊 就看一下我们元树竹子角去想了 呃 放南蛮可以让呃 真鸡被冰 其实不如说是放南蛮 反 哦 这边他没有选择 因为有左词的存在 还是最后没有选择 可能会虚报一下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他留什么牌 扔了 哎 合适吗 就因为 个人觉得南蛮可以留一下 呃 因为这是一个急火孙权的局 对吧 钱都有貂蝉 有泰尔茨的压制 毛不着你南蛮是一个补到不错的牌 呃 但是你扔了 我觉得反而有些浪费 留三张闪 啊 效果并不是一个很明显的效果 呃 刚才元树起了桃是比较多 不知道会不会吸引到刘备 就要那个张疗下次突袭他 这边真鸡是虚报了一个乐啊 真鸡刚才冰了 但是因为身内没有做什么动作 他这边没有做什么动作 完了 这边 他想连住自己和真鸡 一会儿队友跟他进行配合的话 把他和孙权真鸡都带上 孙权终于能动了 但是他那边还是还可以 刚才补了几个防御牌 不错 这边哦 顺到一个老K 这一下的话 泰尔茨是爽了 这个顺顺的这个牌的实量太给力了 基本上这一下呀 孙权那边是明的知道他这边有老K 所以也就没有进行很大点的反抗了 而且手牌非常给力啊 正好两杀 孙权也许很可能啊 他没有选择 还说他有可能去想一想防九杀呢 最后他觉得泰尔茨肯定九杀不了 一会儿左辞那边有可能能动给他补闪 所以选择这一张 泰尔茨第一 第一个第一刀是用普通的杀 第二刀是用属性杀 是吧 是的 那个造成了一次属性属性转移的伤害 张辽果然是去突袭元树了 但是把元树那个九突袭过来 唯一一个质量最好的牌突袭过来 这个张辽的时候还可以 但是说从上一轮元树扔好多桃 也是吸引着张辽去拿了 左辞化身谁 我们这里看一下 左辞还是画身的 这个天度比较关键 左辞化身的还是刘备 一会儿元树有机会还是要翻面一下曹屁 让曹屁帮助翻面一下孙权 不要让孙权动 因为孙权手牌是比较多的 这边左辞是仁得了一些基本牌杀给孙权保护一下 并且是铁锁了一下貂蝉和泰尔茨 这个也是想把主要的对方核心武将貂蝉和泰尔茨先搞死 这个可能是左辞的思路吧 我们来看一下貂蝉手牌 我貂蝉这个顺给力 因为哎 貂蝉没开手牌 这个也帮大家分析不了了 其实这个这种视角的直播还是不错的哈 就是还能做一做 吐槽 尤其是二哥在玩 我们吐槽一下二哥 这个离间非常漂亮的 孙权是压血的还是反杀呢 如果你不反杀 一会儿元树出二杀的牌还是比较关键的 其实这个时候我真心觉得 还好是有距离 就是说元树低轮 那个南蛮可以留 你就怕泰尔茨多一张化身牌吗 这个也是拼运起的 能化身出来什么 啊 求稳吗 这个只能这么想了 看一下 选择火攻孙权杀流的稳定点去杀草逼 这个可能是他的 没有梅花 这个的确是 可以哈 就是稳定的要帮助 队友 进行一个 就是翻面孙权的准备 而且这个时候 忠诚方是没有吴国的 这样子更好的能产生另外一个效果 那就是 呃 发生不了孙权的主攻击救援 这边肯定杀杀草逼一刀吧 哦 我个人觉得是 果然是 这个因为求稳 因为觉得对方空逃 尤其是有张疗在 张疗在这还真没逃 这个是没办法考虑到的 真机那边逃啊 对 翻面是最稳的 而且这个时候孙权是没有闪 这个没什么多大问题 草逼这边一片 草逼这边没有杀 当然这边真机有一个 乐虚报的 这边落出黑莲 苦鱼无杀 这个是比较淡腾的一个事 乐了一下草逼 那个保一下主攻 这个没办法 因为内奸 所以不不管你孙权了 孙权那么多手牌 在这上有左刺 有张疗 所以这个桃儿给自己吃 宁可给自己多留血线 来保存自己的手牌 这个玩的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哎 草逼没冻沉啊 这个气的牌是比较给力的 因为 不愿意被张疗拿 因为他被乐了 下轮张疗 偷他的概率非常大 所以是不愿意 那他就突出 这边应该貂蝉是B2的 我们看一下貂蝉 忘了貂蝉就是没开手牌 太小气了 貂蝉是B2 我们看他另一个选择 还是草逼 这个果然是最为贝勒的和貂蝉 就算你 草逼那边 丢了那么多牌 也丢了那么多质量比较好的牌 还是决定去突袭你 貂蝉那边 我必愿的是不用解释了 左辞当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左辞起手 虽然说左辞这个起手 已经非常非常给力了 对于孙权主来说 有个刘备中是挺给力 但是就是这个作用 你当孙权主的忠诚的时候 大家完全忽略 又天度 左辞上轮是天度的吧 当然这个就是属于逆天的人品 包括连张辽也表示不淡定了 说你怎么这样 老天度给不给反贼玩呢 我没看忍得什么牌 这边 这边左辞有个桃 这个还忍得过来个桃吧 因为孙权是没有过新牌的 给了张良应该是一个杀 他这边留了一张桃 这都是分出来 不过这一轮我觉得想巧妙 孙权是比较难的了 拿白银狮子离间回个血 可以看有 这个我不知道他有桃的话就可以不用 这就是没桃的表现 孙权为了保血线肯定是出杀了 张良 你懂得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这边看一下有没有距离 这个是对于反贼 现在非常非常缺的就是距离 曹匹 曹匹太子词那边不要断杀 元术和貂蝉有距离 基本上孙权是扛不过了 但是如果都没有 那就扛了 这边的话 悲剧 我觉得可以考虑 要不就帮队友解铁锁 要不就是去重铸一下 去找距离 最终他还选择求稳 去找 找找的那个帮帮队友去解铁锁 可以的 反正就这两条路线 但其他牌就太不给力了 杀一刀也没什么用 不如直接弃 个人感觉 对 当然这个也是对真击的理解 真击是内 这个时候对于反贼来说不了解 如果是了解的话 也许考虑到真击可能续报 什么的 杀一刀逼着他出 质量比较高的黑 黑牌也可以 当然这个就看思路 反正你弃牌也是弃四张 如果出一张牌 很可能留的手牌更少一点点 就看元术主角来 像我们来看见真击 真击这个落出来个账吧 还是没有杀 不过接刀比较多 想拿灌石 这边貂蝉是不给 好 这边还是想提前去搞一下貂蝉 这个质量就是选择了 要不就别搞了 拆一下过 几个牌的质量比较高 连拆都不舍得用 这个就是一种基本的打法 但就是虚报啊 就找到自己好的契机 好的突破口的时候 再进行一次打规模的爆发 反正这个时候 虽然说主攻貌似略势 但是作为内奸来说 你主攻死 反正我也输 不是 如果你现在我强势控场 我吸引了嘲讽 又产生不了效果的话 反正也是我内奸输 如果你主攻死 也是我输 都是我输 我还不如走一个比较自私点的路线 这个时候孙权起了个八八阵 我们来看看孙权这次的手拍 是很起了两桃 这一下雪仙撑回来了 孙权恐怖的地方所在 一不转眼一个过牌 完了通过刘备一仰 这个直接雪仙回复过来了 并且还留了五张手牌 基本上产生到初期的效果 泰尔茨只有一张杀 比较聪明 这个他考虑到左辞可能留桃 拼点左辞最后一张 成功拼到一张桃 这个选择选择的非常好 因为这个是怎么说 你拼点像手牌多的人 他是有选择的 可以拿一个质量比较低的牌 去跟你弄一下 而拼点这一张手牌的人 反而这个时候张辽果断的是 让你左辞化身新牌 你太酱油了 为了提高你的作用 干脆杀你一刀 杀巴巴这也没有用的 张辽这也是无奈之举 我也没看到 左辞化身这输一个什么 我们一会来看一下 这个左辞 主视角呢 看一下还是仁德 没有什么新的 能不能看 这个还真不能看 起了一张顺 效果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头刀貂蝉 还好质量比较低 杀貂蝉吗 给了张辽距离 没有选择杀一刀 这一下的话 左辞反正你低嘲讽 一般人不会动你的 就算把手牌打光了 除非一次性瞄你 这个是可能的 化身为什么 哦 改为连赢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空手牌过 改为 啊 好 对 连赢的效果应该是 消失到最后一张手牌 完了 他可以摸 十七最后手牌 对 他现在都是空手牌了 是没办法的 这个时候强秒 这个必须秒了 一会让左辞活过来 就死了 这个时候起了连弩 没有杀 强秒 这个就应该就是一波强秒 左辞了 就是左辞 啊 空手牌 唯一的就是说 要不就强秒 你 所以说 就一波强秒了 左辞 左辞 这个联姻选的也是比较二 啊 完蛋 你懂 大家视频不是故意的 就是说 没有最后一张手牌 联姻是连 连不起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 针姻 针姻那边是 虚报的一堆的牌 这时候忠诚死了个左辞 这次的手牌 强强杀了 貂蝉有闪 也应该保一下 就是不要去闪 不知道貂蝉会不会这么想 当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闪 手牌比较少 这几次落神的效果也比较低 杀一刀过了 没有时候往死里搞 这边 反贼们因为孙权上一回合 比较犀利的恢复 所以说是 啊 那个杀杀杀 感觉 不去激活孙权了 不去仗子 说自己能翻面 就不去激活孙权了 改而去 打忠诚了 这个思路改的非常快 也是从调查那边引导的 当然效果好不好 我们来看 但是说如果是能产生 这个效果就是杀死张辽 进入4v2 而且大家状态都比较好 说明这一次反贼 集体的控场打的还是比较 有思路 有整体性 而不是说左杀杀 右杀杀 把自己的输出 哦 这边 他是自由虚报了点杀 啊 他会选择 怎么样 当然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选择去拼点啊 因为他是5点 也许队友都觉得队友的牌可能比较大 所以没有选择 也没放过了张辽一条深路 张辽那边有没有闪 还有个9 死不了的 这边看一下张辽 张辽直接9 9杀 貂蝉 哎 貂蝉那边啊 果然是留了闪防9杀了 哎 这个基本的细节 我觉得作为群内局还是不会出现这种比较低级的作用 张辽这边留了一张杀防离间 因为这是怕轻了主公的手牌 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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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直接轻手牌 但是留了一张杀 这有张辽考虑的多 如果如果你稍微考虑错 留一张杀 把孙权这手牌全部轻了 千古罪人 这忠诚还不如不当忠呢 这个时候元术强放 难了 有无限啊 我也说吧 呃 那个 雕材很危险 怎么可以 强放难呢 所以 哎 怎么说呢 再说吧 当然这个时候也希望曹平那边翻面吗 我觉得 哎 再说吧 就是说 有一丝激进 但是他觉得如果这次不放万箭的话 曹平不翻面真击的话 貂蝉很危险 这个就是看思路 这边原孙权要保一下张辽 但是这边元术本来是想保貂蝉的牌 改改而去保 改而去为了强杀张辽 不想让张辽动 草逼那边拿走了张辽的费码 调查那边最后一张牌 是不是闪 是闪就好了 这边进入了四位二 但是我记得真击那边虚报的牌比较给力 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丝的危险 没啥 这就是最讨厌 最郁闷的地方 那就是断杀了 这边顺手孙权 不知道他拿加一马还是手牌 拿手牌 可能想着孙权手上会不会流杀呢 拿加一马就是打得稳了 就是为了求 限制对方的防御牌 完了方便队友进行集火 这个就是作为主持角 这边思路了 我们来看一下孙权 孙权这一轮动非常非常关键 那就是看能不能想办法 小秒 制衡 留酒 留杀 制衡别的 看能不能出距离 把貂蟬带走 这个是应该打的方式 哎 制衡的 当然他可能是不愿意把八卦针弄走 但应该 哎 这个打慢就打慢吧 再让雕权动轮你能活吗 我不太清楚了 劣势局啊 这边太尔茨 我不知道摸了两张什么 但是我记得上轮是一个麒麟弓 一个杀 呃 起码说是再往下多制衡一张 会出那张戒刀 对吧 这上轮我们记得了一个五点 一个十吗 对吧 这个这一轮太尔茨裸摸的就是孙权多制衡 一个戒刀 一个无懈 他如果把戒刀弄过来 拿走这个戒刀去杀下 我们来看一下反贼方有没有淘 这儿有个9 这儿有一个 这儿 曹毕是没有淘 那这样的话 如果他多制衡一张牌 拿到戒刀 多制衡两张牌吧 因为有可能第二张牌出的戒刀 我们就定 多制衡两张牌 拿上这个戒刀 雕权就会死了 这样子的话进入三位二 到正经那边续报一轮 还是有机会的 啊 这轮再让雕权动轮 你反而有点残 这个就是所谓的命啊 对吧 人家都说制衡就像人生 机会只有一次 但也许结果 就只是会因为那一张牌 所以说孙权 如果再多制衡两张 也许局势就变了 而这时候 你要雕权再动一回合 一是雕权能反应过来 二也是能持续的进行压制 但是那边雕权比较软了 没有敢去进行离间 我记得是 这边珍稀的虚报牌 全部弄掉 这边看到了 这个是看到了 直接酒杀 杀过没 我没看 这个时候 为了强 给我的真机 他为了还是保险线 就是说这个时候 真机不愿意降低血线 给我的话 直接酒杀好了 强迫他把连弩当闪打掉 大家可以考虑这一点 就是说怕X因素 对不对 我真机这一轮的 的确是比较比较的 那什么 大一码 老初红 这边 拆下灌石 防止一下 曹丕那边强行压 孙权或者他自己的血线 这一轮曹丕不断 不断那个杀就可以了 这就关键的 提闪电 好 这边曹丕留闪电 是为了给队友留拼点的牌 也可以 但是 留一个 古定 这个 就是说不留闪 也是可以强杀你 虽然这个时候肯定是先走 泰尔茨 反正是理解他的思路了 就留一点 是为了给拼点 这时候酒杀了 有机会 看一下有没有逃 成功的把泰尔茨收掉 这一下的话 孙权成功收掉泰尔茨 太给力了 并且有一桃 一桃圆桃圆不用放了 我觉得 其实还是 还是挺给力的 就是说 起码现在能的打了 选择桃圆打慢了 这下的话 往下拖 反而觉得不好打了 因为那边还有元术 再加上 这个时候 貂柴能近距离 对你进行一次攻击 而且你给曹丕把血线挥满了 曹丕那边使用放逐的话 更好放 反而 显得劣势了 这边 反贼方还是一谋心思的 先秒 呃 内奸了 想进入这个3v1的人数优势 这个可以离奸了 对 这个是绝对可以离奸的 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客气了 我们来看元术 元术动物还是比较关键的 现在反贼应该是优势 元术 这排拿的 就短一个连路 对不对 就短一个连路 一刀过 我们来看真机 真机落神 新排队 连路也在排队里头 好吧 直接打一麦 有个乐 有个乐 乐一下 这个时候按道理乐曹丕 但是如果你觉得曹丕拿不到顺 你就可以乐貂蝉 因为貂蝉洞比较危险 但是你乐貂蝉就要冒着这个 被顺走的这个危险 不过我们很好的进入了 啊 这个我不理智啊 这个曹丕 直接继续打真机好了 对不对 杀一个八卦阵是不理 对 你看包括 有人 有人 吐槽了都已经 这个肯定是杀真机了 你去杀一个八卦阵 有个啥用啊 而且你就算成功了 你设一个负一码 不如说这一回合 趁孙权翻面的状态下 直接搞死了真机 可以看一下 其实是很大的机会去 把真机带走的 哎 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达到这种情况下 偶尔的一些控场 控场的思路的失误 也是因为局势索币啊 咱们也许在旁观 所有人手牌都看的 而且理解的 更能清楚的分析 但是场面上的人 也许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是我们想不到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能不能双杀 哎 不给力 不给力 元术就不用指望他了 我看这几轮 拿的牌都不行 刚才貂蝉不敢离间了 因为曹皮现在是凉血 这个就是唯一 我刚才所说 孙权你放完桃园 就会造成一次离间 而你曹皮降血线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 起码是方插五将嘛 落神落神 好吧 那压一滴血 压貂蝉嘛 做最后的贡献 内奸控场 基本上是要悲剧了 做最后的贡献嘛 杀一下貂蝉 最后还是选择了 搞曹皮了 曹皮这边拿一个套 如果有杀这一轮 千万要去杀真机 曹皮这轮也感觉到失误了吧 孙权那边有个桃子 这个桃子还能要救一命 貂蝉这次没八卦阵 貂蝉的双杀的双杀的效果 就能体现出来 可以离间元术 元术竟然没有留杀 留了个武器 他留刚才是有个武器 留武器是对的 没有了加一 没有了八卦阵的保护 终于是可以杀了 孙权这边留守牌 提高下下轮的制衡的效果 没敢离间 没敢离间就没敢嘛 元术搞死真机啊 几轮了 哦 这边短杀了 短杀了 还真不敢去决斗 前几轮那么多杀 关键时刻短杀了 让我们情和一看 咱们来一起看真机吧 让真机拯救世界 哦 起了起了 不过那边啊 这边还顺手还顺不到啊 这个顺手卡的太尴尬了 呃 只能去试的强秒曹批 这是作为内建现代理想 但是我们知道元术的手牌 桃比较多 有一个啊 是秒不掉的 翻面自己人 哎 翻面自己人啊 啊 当然我们是看了手牌的哈 给力啊 调查那边两个无限比较 我们看不到调查手牌 所以也没分析到这个局势 哎 我觉得 哦 这个乐还是不错的 就是说 可以去考虑一下 下轮乐一下孙权 因为我觉得真机是 稳定稳定的要死了 再不死也太太 太不给力了吧 元术那边也是虚报的 我们来看孙权那边有没有 有一个桃啊 这一轮就是看一下真机保卫战了 给真机多一次过的机会 看能不能 哦 这这个视频一个小时了吗 怎么看得上的一个小时了 嗯 有个乐 稳点 拿乐 乐一下真机 真机我觉得拿杀吧 个人觉得是拿杀的呀 这个时候还敢拿无中 胆大了 因为你是肯定要被乐了 对吧 你拿防御牌 防一下元术那边搞死你 因为他明的一个无中 所以敢决斗了 哦 太聪明了 铁锁一下 并且知道那个是 哎 怎么不铁锁呢 我刚想表演一下 我得吐槽一下 这个是明的没有闪 完了 没有铁锁 能连真机 孙权 然后孙权被压到一滴血 被乐 竟然不铁锁 哎 主持角继续吐槽 不能忍了 注意 下igger 能不能转毫 啧 是 有 这个 内 这 吴 这 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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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帮着大家去吐槽一下原书最后的失误 大家要了解 不过这头都是朋友啊 那个没有恶意的意思 这边孙权基本上这次乐是要悲剧了 留了一套南蛮南蛮是翻牌利器啊 这个拆一下这个肯定是拆手牌了 因为是被乐过的牌 所以说一杀一离间稳定点 这边套还是比较多的 哦这个貂蝉手牌是不是要秒人了 这个基本上孙权是死了 其实今天这一轮我随机选的 当然打的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个反贼方这边打的是比较思路的 几轮的那个选择都是比较好的 从控场的思路 从一开始秒孙权的思路 马上通过佐词有一次人都守光牌 然后从调查那直接是转变了控场的思路 直接走忠臣 中间曹丕有一个事物 袁硕有个事物 但是不碍于大局 因为大局已经倾向于反贼方了 所以说反贼打的思路非常好 其次的话 忠臣方这边 我想想 也没什么 孙权前期一直被押的 然后那个 真继续报 但是一直大姨妈 两个人比较关键 左思那边一直酱油 前期补了牌都没有产生效果 后期一次空城就被秒了 张辽的话 也没什么感觉 这个是我上一轮的 这种感觉 他们又开了 但是我决定不录了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比较晚了 你们懂的 我下一次再给大家 如果大家觉得这种形式比较好的话 下次我就给大家再搞现场的 因为我YY上可以现场直播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最后吐槽夏尔哥